牛村这个办事情啊 炒菜一下是牛圈 牛圈那个收到大棚了都扣上了 老颜子了 嘎鬼牛啊 现在这晚上三点半啊 往前这个点牛都喂完了 今天这牛好像直到家里头又办喜事 可乖了 也不哭也不闹 往前这时候找到饿地骂骂直觉了 先下研究桌 这里是扣的几年事 大小的 这大白头 大白头 看来这是挪花茶的 鸡根毛味的 这大骨架 这大奶盒 这奶棒的 这离太近 照不清 这点牛圈竹像样 四个牛肉 五个大牛肉 带个大骨架 都是这些母牛肚子 这家是小猫子 这家能做肿牛的吗 这农村养的牛就这样啊 标不是那么好 但是这牛下毒机率都大 牛肚子都密 你这个养的凡生母牛标太好了 太肥了 它更那个不乐下毒 有的不乐打蓝 不乐发情的 你看这个 这标 这都是七层标 牛肚子非常密 地都是一年一个毒 今天家里头半四顶 来了不少客业 今天大喜事 大喜日子 这牛肚子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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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这两个牛肚子 太像样了 这很茫的 这些小羽牛肚子 更值钱的 你还能做肿牛 也不搭我慢钱了 像这种 这个牛肚子和这料库挨到一起 非常不安全的 这大牛一旦钻不住 跑到料库里头 偷吃了饲料 就容易造成这个 牛肚子上路 或者把这电线给瞌碎了 造成这个牛的伤亡了 这些都是发生在身边的 活生生的例子 必须引起咱们养着户的注意 今天给他报我面儿 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收看